Hello 大家好 我是张国老 很多朋友养蓝莓的时候会在这个季节的话有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的这个蓝莓花苞干枯掉了 这个蓝莓花苞干枯的现象还是比较少见的 那么通常最主要的情况可能我们在养护的过程中 夏季 秋季 冬季可能缺水了 缺水的话它会造成这个枝条的干枯 那么这个时候的枝条枯的话 你的花苞肯定也会枯掉的对吧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第二个就是我们如果不小心折了 把枝条折了 折完了之后水分供不上 这个花苞也会枯掉 那最后个原因就是它有些枝条可能是比较嫩 形成花苞的时间比较晚 可能它遇到了在比较寒冷的情况下的时候 这个嫩枝条就冻了 冻完了之后大家都知道 嫩枝条抵抗力不行 冻完了之后它也会缺水然后干枯 这个时候导致它上面的花苞也干枯了 所以你想要你的蓝莓不干枯的话 首先保证在夏秋冬养护的过程中土不要缺水 其次的话不要被寒潮特别温度低的时候冻了 最后我们修剪要稍微早一点 一般我们都是推荐大家果后一个月修剪 那不要到秋天的时候 或者说这个入秋的时候再修剪 这个时候修剪完了之后 新抽出来的枝条分化的时间很短 还没有来得及木质化就很容易送洞 导致你的花苞会形成了之后也会干枯掉 还有 left呀 这三个月 GE 包团 như这过程中大 然后可以靠四个月 如果下了个月 这就是金融 Ether